其實也蠻清楚的啦 因為我們第幾次上課都有這個依據啦 然後今天的話等於是第八次上課 所以其實已經上了剛好三分之二 今天上完等於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三分之一的時間後面的話 課程難度當然會越來越高啦 那主要就是針對那個就是爬蟲裡面 比較資料稍微結構比較複雜的部分做說明 那像傑森就是算已經算是比較複雜的啦 OK那當然未來你除了用VBA之外 用Python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所以在Python裡面一樣可以用那個傑森EDIT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主軸就是放在這個 就是傑森EDIT 這打錯了應該是傑森 傑森EDIT 然後呢做那個解析傑森格式的一個工具 那當然傑森EDIT蠻好找的啦 我建議這個這個功能喔 你們打一個追他就出來了 傑森EDIT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喔 你只要把那個傑森貼過來有沒有 然後我習慣是切到Tree 切到那個Test 然後呢把它貼上之後再切到那個Tree 那這個Tree的話呢 實際上就有點像是一個一個城市裡面的物件喔 這個物件裡面的話 當然你還要觀察主要比較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它是大瓜湖呢 還是中瓜湖 如果是大瓜湖呢 那它一定是KeyValue 就是它前面一定會有個Key 然後它中間加一個冒號 然後其實我們主要要抓的是後面的Value啦 有沒有 那如果是中瓜湖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中瓜湖的話就是一個資料喔 第一個資料豆點第二個資料豆點第三個資料 那就沒有那個什麼就是Key的部分 所以這個可能要要注意的第一點喔 那第二點的話呢 就是說呢 你要刷的資料到底是哪一個Key啦 所以你會發現喔 因為它這個像上個禮拜講到的這個應該是 PM2.5的資料嘛 然後它的這個外面是大瓜湖 所以大瓜湖的話一定前面會有Key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就是它的Key嘛 Fills 然後裡面應該是欄位吧 裡面放這些東西 那你當然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你要的Key在哪裡 我要的Key應該是Record 所以我們其實上個禮拜是 我知道說我的資料放在這個Key裡面 所以我就把這個Key抓回來有沒有 然後抓回來呢 那我就看到後面是中瓜湖 所以我抓回來的東西 它就是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我就把這個串列裡面的資料呢 逐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不過你會發現喔 抓回來裡面又一層 所以它的串列裡面呢 再放一個這個大瓜湖 一般如果Python裡面呢叫字典啦 就Key value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解析它後面這個資料 那前面就欄位名稱啦 有沒有 這欄位名稱其實我們可以額外另外定義沒關係 比如說第一個是 第一個應該測站吧 第二個是它的城市 哪一個地區吧 然後它的PM值多少 它哪一天測的 然後最後是單位 這個都固定 後面都一樣 那將來當然你們要需要面對就是說 每一個Jason的格式 它的架構都不一樣 怎麼辦 所以喔 不是說你現在用這個 你以後就可以套用全部 沒有喔 所以Jason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Jason檔 長的都不一定一樣 那不一定一樣的話呢 你就是變成說 你不能夠一個 一個城市就可以一起適用 所以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然後我們怎麼樣 所以我已經知道它的架構 有沒有 所以它這本身就是一個物件 裡面KeyValue大瓜糊嘛 然後我只要找到它 那我就可以把它裡面的 每一個大瓜糊裡面的資料全取回來 那當然要怎麼做啦 所以上個禮拜 重點喔 就是說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那當然 關於這個部分 如果在VBA裡面真的是非常困難 因為 所以你自己去Google查一下 你會發現喔 真的 你要的答案真的是包羅萬象 而且 每個都講的不一樣 那最後的話當然 因為我不可能說 把每個都 解釋啦 所以我乾脆就幫你們挑出來 反正最後就兩個方法 所以 上個禮拜的話 最重要就是 從網路上我乾脆幫你 告訴你說 其實喔 目前 最好用的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是什麼 一個方法就是用這個 叫做 Jetson Converter 欸 這個的話是 免 目前是免費的 一個模組 但是這個模組喔 它比較麻煩的地方 第一個 你必須 把它掛進來 賄賂嘛 第二個的話 你還要再引用一個叫 Microsoft的一個叫什麼 一個叫 Scritting Type 這個有沒有一個 我畫面上有了 你們可以再看一下 然後呢 另外呢 你才可以利用它 去幫你做 這個Jetson的讀跟寫 他好像 能做的就是 能讀也能寫 至於那個細節 我想上個禮拜有提到 而且我覺得 真的還蠻複雜的 影片跟那個程式都有 所以其實你們一樣 可以參考那個 雲磚白板的Jetson 這個地方 程式應該有了 後來好像 本來我寫的方式是用 切字串的方式 不過後來從那個 那個什麼 ChargePT裡面得到一個靈感 因為它用物件的方式 因為我一直try 用物件的方式 好像一直有bug 所以我一直沒辦法 把那個 那個寫出來 所以後來 我就 看了ChargePT它的寫法 參考它的寫法之後 發現原來可以這樣寫 於是我就把這個 給寫出來 好像我記得應該是在 在底下吧 你們再找一下 這個是CSV的 那我們是這個 Jetson的這個 然後 去把它打開 所以賄賂的方式 大概就是 這個 第一個方 第二個方式 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再把資料 讀進來的話 所以這邊有了 就是在 第九頁這邊 先賄賂 然後 再引用 然後這邊有一個 雲端 這個 作者他提供的一個範例 然後呢 那我在比照辦理 把它轉進來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 都差不多 將來可以把它當一個範本 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說 上面這幾行都固定的 OK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 把這個資料先清空嘛 然後利用這一個 叫做 XML HTTP物件 產生一個 這個實體 就是一個 HTTP物件的名稱 然後利用它 去開 網路上的網址 這個網址就是作者提供給我們的 然後呢 這個 Open等於是說 我建一個連線 跟主機說 我要這個資料 然後他就Send給我了 跟這樣 點Send是把訊息傳給他 然後傳給他之後 他會把 這個上面的資料丟回來給你 那用什麼方式丟回來給你 用這個 一個屬性要Respontest Respontest就是 他把那個 Json的資料丟回來給你 然後呢 然後我們在利用那個 那個模組裡面這個 這個叫做 他裡面的一個 方選 就是他的函數 去做解析啦 然後呢 我們解析的方法就是 把這個物件 所以你可以視為 Json丟回來的東西 我就把它當一個物件來使用 那這個物件裡面的話呢 就分別把這些東西 把它抓出來 所以我 我就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抓什麼 抓那個 我們 PN25的 所以後來我就是一樣的方法 上面其實都一樣 然後我主要是改這個地方 有沒有 Json刮弧 裡面的這個Key 所以以後你只要看到有沒有 資料裡面 你要抓的資料如果是大刮弧 然後他有個Key的話 那你是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是把那個Key丟到那個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地方 OK 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加在刮弧後面 那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我把那個 有沒有 那個Key裡面的所有資料都抓回來 那這邊就跑一個叫做4H的回圈 那個4H就是說 我把每一個逐一逐一的抓 所以他抓回來的第一個 那就是會是 就在Edit裡面的這個0的部分 那放哪裡呢 放在那個Item裡面 裡面就放什麼 放這個0裡面放這些 1 2 3 4 5個東西 所以我用的東西是後面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告訴他 那我就是利用這個什麼 Item 刮弧後面就是他的Key 把他的Key抓過來 放在哪裡呢 放在A欄 B欄 一直被推 總共5欄嘛 那就是一個 後面加1 加1的話是下一列的意思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那個 PN2.5的資料 很快的把它抓下來 這個是方法1啦 那可是這個方法1 比較麻煩的地方 上禮拜講過了 就是你還要再賄賂 然後你還要再抓那個什麼 引用那個東西 那再來就是 把層次寫出來 但是如果你假設覺得這個麻煩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是有講到方法2啦 方法2的部分 主要是利用什麼 利用他的這個HTML物件 拿去呼叫他的副物件 就是他爸爸 因為他HTML物件 他沒辦法解析 但是他爸爸可以 所以呢 我們就是利用他的副物件 叫做Parents Window 就是說 HTML你去呼叫Windows Windows裡面呢 他可以去解析 這個JavaScript語法 所以我用一個方法 叫ExcueScreen 然後把 JavaScript的語法丟給他 OK 所以前面的敘述就是VAR 如果你有寫過JavaScript應該知道 這個就宣告一個物件 物件名稱呢就是 Json 所以在JavaScript裡面 實際上就是把Json 當成一個物件來使用 那我就是針對這個物件裡面的哪一個 所以你會發現點Recourse 所以點Recourse 就可以把Recourse裡面的資料呢 全部抓回來了 OK 那就是再跑個回圈 就可以把所有資料 通通都載入了 不過這個上個禮拜做兩個方法對不對 那其實蠻複雜的啦 所以今天的話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換一個資料好了 像我這邊後面還有什麼呢 紫外線的即時 就是說我們可能用上個禮拜一樣的方法喔 但是你可以把上個禮拜的那個城市當一個範例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換一個 比如說像 底下我這邊是有一個紫外線的即時監測 你可以把這個連結點進去 或者你自己可以找那個Json 在開放資料裡面一堆 這邊你會發現這邊有CSV 然後也有Json 有沒有 然後Json點進去看一下 有這些欄位 欄位數量比較多一些些 他總共 可是跟那個 可能是因為也是環保署 公佈的資料 所以欄位好像蠻像的 差別好像就是 有沒有 就是差這個經緯度的問題 經緯度嘛 發佈時間好像一樣 單位也是 有一個單位 還有多一個紫外線指數 那當然這個Json點開來之後 有沒有 這邊就 哇 蠻像的 你會發現他一樣是第一個是Fills 會不會資料也是放在recourse裡面 recourse 有沒有 這裡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好像 基本上好像 改動幅度很小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檔案 這個Json 所以 紫外線這個網址 你可以把它拿來改 然後呢 如果今天呢 假設我希望 把資料能夠幫我匯到以事有的話 那可以拿上個禮拜的方法 那當然上個禮拜的方法有兩個 第一個可以匯出Json 就是可以再幫你匯出Json 那另外的話呢 底下 除了紫外線 這個範例之外 另外底下好像還有其他的那個範例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好了 另外還有那個Wi-Fi熱點 這體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這個Wi-Fi熱點就不是環保署的 那裡面的話一樣有Json 它的格式應該就比起那個 剛剛的那一題又不一樣 你會發現這個的話 它外面就中瓜糊 它開頭就不是大瓜糊 這個好像比較像 那個什麼 我們 上個禮拜那個範例題吧 它裡面就是一個大瓜糊 一個中瓜糊裡面就放一個大瓜糊 那也就是說呢 它是一個串列裡面放字典的概念 那如果說要解析 當然 這邊是Wi-Fi熱點的位置 它有什麼 有哪些資料 包含就是說 應該看得出來嗎 應該就是它的地址 然後它的它的它的 它的經緯度位置 那甚至這個 甚至可以再結合那個3D地圖 載入進去 甚至可以把資料 放在Google地圖上面 它也可以幫你把地標打出來 哪個地方有有Wi-Fi熱點 那你會看出來說 原來全台灣熱點最多的在哪 我這個上面這個圖 其實是 我把資料 倒到 那個Excel裡面的地圖 然後把它做成像一個 有沒有 這個分佈的狀態 那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 熱點裡面 北中好像滿其中的 尤其中部這邊好像滿 這滿多的 比較少的應該是中央山脈這個地方 東部好像也是 比較相對比較少 所以請各位可以再變化一下吧 或許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 先試試看 換成那個環保署的那個 就是那個什麼 紫外線指數這個練習好了 試試看 你拍照 之後 你這樣講 嗎 你這樣講 我不要再講 我會講 你這樣講